內地爆紅宮廷劇燃戲攻略 早幾天終於播完 不過主角吳謹然的星徒 都可能快來玩完 本來因為這套劇 每個演員都水漲船高 其中吳謹然的知名度就漲幅最大 但因為被央視點名說他耍大牌 臨時改採訪地點 還要採訪團隊負責場地費用 形象就大大扣分 吳謹然的工作團隊雖然已經立即道歉 但事情又怎會就這樣結束呢? 最近就有全各大節目組都收到 廣電總局的建議 要慎容這位演員 聽說已經有兩套戲因為這樣而換角 但新浪的專訪都有繼續進行 吳謹然還不立即爭取機會再道歉嗎? 他說因為自己是新人 工作團隊每天都要面對好多工作 可能有點疏忽或者做得不好 希望可以包容下他這個新人 原諒他的態度 怎知連網民都罵一份 說他出道8年還自稱是新人 不過得罪網民又怎及得罪方丈大鑊? 保重啦令妃 謝謝 拜拜